黑壯男走在路上突然一輛白車衝來 跳下一名男子大刀一揮 見人就砍 開車的同伙也沒再怕 持刀助陣猛追 兩名惡煞當街拿開山刀 嚇張砍人 其實不就前砍人兇嫌 就開車在新北三重 繞啊繞埋伏預謀犯案 怎麼回事 原來23歲陳姓嫌犯 去年底參加庙會時 與父親男子走路碰撞 遭對方傷巴掌 他就懷恨在心 上個月到三重招朋友 就這麼巧遇到傷巴掌的富男 記恨9個月的他 也可帶著同伙開車 埋伏砍人 不只三重 新北半敲也驚爆砍人 只見兩名犯賢 大半夜竟在馬路上朝一南 動手匡殼 把人打趴在地上 還繼續出腳匡踹 甚至偷出折疊刀 狂揮猛砍 從馬路到電梯 全都血跡斑斑 警方到場趕緊將被海人送醫 也把同行友人帶回釐清 緊要發現看人願意禁止 因為雙方都在酒吧叫了車 小黃來了 為了誰先搭這部車 爆發口叫 就爆走怒砍 警方巡線逮捕藝人 他還在忙 連路都走不穩 被用扛的 扛回警局送辦 記者黃天堯 黃玉蘭新美食報道 到外面 到外面 到廠房 保佔 一片 禮捷 海報 坐 照